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配基与金属离子所提供的低轨域之间的排斥力量 导致了低轨域的分裂 所谓的低轨域的splitting 因为在这个理论里面是把ligan跟低轨域里面的电子 它们之间的排斥力量视为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些ligan的电子与低轨域电子之间的排斥力量 从一个平均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这原来degenerate的五个低轨域的能阶就会上升 这是从一个平均的角度来看 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把这六个围绕在金属周围的 所谓的ligan的field视为是一个球状 一个球状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对称的 没有方向性的 从任何一个方位来看的话都是一样 也就是一个平均的异位 所以如果从一个平均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低轨域的能阶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一个细部的角度来看 因为这些ligan这些配基是坐落在特定的位置 我们上回讨论过 它与这五个长相不同的低轨域之间的这个排斥力量 是不一样的 其中这些在向线里面的 比如说DXYDXZDYZ的这三个低轨域里面的电子 因为没有跟配基也就是这些L直接的接触 也因此它们之间这个排斥量是比较小的 而这些在轴上的 比如说DX平方减Y平方跟DZ平方的 这些低轨域里面的电子跟这些配基 L之间因为有直接的接触 所以排斥量会比较高 也因此相对的 这两种形态的低轨域的能阶就会比这三种 低轨域要来得高 但是从一个平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高的就会在这个平均的上面 低的就会在这个平均的下面 因为不要忘记它们的平均是要一样的 我们用T2G跟EG来给这些不同的低轨域一些标签 这些DXY DXZ DYZ的被称为T2G 而DX平方减Y平方 DZ平方被称为EG 但是这些只是标签 在现阶段大家不要太在意 总而言之 在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作用力的不同 导致了这五个低轨域的分裂 三个在下两个在上 它们之间的能阶的差异 我们用一个Delta 也就是所谓的Crystal Field Splitting Energy来代表 我上回也提到过 我们经常会把这个Delta做10等分 每一个等分被称为DQ 也因此呢 这整个Delta就会对应到10个DQ 而以这个平均为一个基准的话 这个EG上去的大小对应到是6个DQ 这T2G掉下来的对应到是4个DQ 也因此如果我们今天想象 这个T2G有三颗电子在这里 而EG有两颗电子在这里 那三颗电子每一颗掉下来 得到的稳定度是4个DQ 合计起来是3412 两个电子在上面 2612 上去的也是12 所以下来12上去12 刚好抵消掉 我企图告诉各位 就是这是代表了 他们的平均是在这一个位置的 因此这个上去的跟这个下去的 如果以DQ来做一个基准的话 他们的这个分配概略是上6下4的 但是Delta是要看你的Ligan 就是这些配极这些L到底是什么 而会有所变化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有了这些了解以后 我们现在再回来看上回提到的Cobo的complex 在那几个例子里面Cobo是正三架 我们上回算过 Cobo在这个位置 你从这个地方起算 你知道如果是零价的Cobo的话 应该有多少颗架电子 在那个地方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正三架的Cobo 所以必须丢失三个电荷 三个负电荷 就是三个电子 那剩下来的就会是六颗 第一轨域里面的电子 现在让我们来看 用Crystal Field的理论 所导出来的这一个低轨域的Energy Diagram 如果是一个墙场的状况 所谓的Strong Field 代表的意义就是 它导致的这一个分裂会比较大 也就是说 它会具有一个比较大的Splitting Energy Delta 也因为这个Delta是很大的 也因此现在我们要排六颗 低轨域里面的电子进去的时候 当然仍然头三颗 是填在这三个 能接相同的低轨域里面 每一个低轨域里面一颗 到第四颗电子 我们要排进去的时候 我们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它要与里面已经有一颗电子的 鬼域共享两颗电子 也就是配对 还是说 把一颗电子放到上面的 这一个 鬼域里面去呢 因为这个地方 Delta比较大 也因此 它宁愿 跟一个电子 配对 共用一个低的鬼域 牺牲掉一些 pairing energy 就是一个 配对 会有的 排斥力量 也因此 就在 第四个电子 排进去的时候 有一对电子 在一个低轨域里面 接着 第五颗 第六颗 最终导致了 这六颗电子 完全的配对 而且都在 下面的这三个 低轨域里面 这样子的一种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我们称它为 叫做 Low Spin 相对于一个 落场 Wheat Field 它对应到的 Delta 就会比较小 这个Splitting的 Energy 比较小 现在 我们 再重新的 排一次 头三个 在这三个低轨域里面 各排进去 一颗电子 要排 第四颗 的时候再度的 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 它要排在下面 跟一颗电子 配对 还是排到 上面去 现在 因为这个Delta 比较小了 而你要 跟一个电子 配对 在同一个 轨域里面 要损失一些 Pairing Energy 而 因为Delta 比较小 所以 它宁愿 排到 上面去 而不去 配对 这是 第四颗电子 排进来的 状况 第五颗 也同样的 排在 上面的 这个低轨域里面 仍然没有 配对 到了 第六颗电子 要排进去的时候 它没有选择 它势必 必须要跟 一个 Spin Pair 起来 当然 它会 选择在 下面 能接比较低的 这个轨域里面的 其中一个 低轨域 去进行 配对 也就 产生了 这样子的 一个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这样子的 一个 Configuration 我们称它为 High Spin 所谓的High 就代表 这个Spin 有一些 是排在 上面 能接 稍微高一些的 低轨域里面 所以 现在 大家要 很清楚的 记得 什么叫做 Low Spin 什么叫做 High Spin 现在 我们 要 了解 一件事情 就是 既然 牵涉到 这些Legan 它到底是 Strong Field 还是Wheat Field 也因此 我们必须要 去判断 这些Legan 它与Cobo 之间 或者是 与其他的 这些金属离子 之间的 这些 这些造成的 这个 排斥量的大小 排斥量大的 被称为 Strong Field 排斥量小的 被称为 Week Field 从这个 Energy Diagram 各位要 看到 就是说 原则上 我们 可以给它 一道光线 这一道光线 的能量 如果 刚好 对应到 这个Delta 的话 它就可以 把一个 电子 从比较 低的 轨域 激发到 比较 高阶的 轨域 这是 与它到底 是Low Spin 还是High Spin 是没有关系的 不论是Low Spin 或者是High Spin 你只要 给它一个 刚好 对应到 这个Delta 它的光 的一个频率 你就可以把一个电子 要迁到上面高阶的轨域里面去 而我在前面也说过 这些过渡族的配位画 经常是具有颜色 代表的是 它们会吸收 或者是放射出来 相对应的 这些 可见光 因为是可见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颜色 也因此呢 我们可以 透过各种 不同的配基 在这些 金属离子 上面的时候 所对应的 这些吸收的光的 这些频率 来做判断 它到底是一个强场 还是一个弱场 比较强场的 它的Delta 比较大 也因此 它所吸收的 这个光 它要激发 所需要吸收的 那个光的频率 就会比较高 也因此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 对各种 不同的 这些配基 定出一个 所谓的 Spectral Chemical 的Series 这个Spectral 代表的就是 它的这些 可见光的 吸收的 那种 光谱的 这个相对应的 意味 所以这被称为 叫做 一个Spectral Chemical 的Series 从这个Spectral Chemical 的Series 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 顺序的排列 排在左边的 对应到的是一个 比较Strong Fuel 的Ligan 意思也就是说 普遍的 当它配位在 这个金属离子 上面的时候 所导致的Delta 会比较大 也因此 它对应到的 那个光谱 那个可见光 可见光的 那个光谱 所对应的频率 就会比较高 也因此呢 我们可以列出 这样一个系列 在这个地方 概略 你可以看到 从强场到弱场 的这样子的 一个排列 概略是碳 但 EAN不要忘了 是个 ethylene diamine 它上面也是 蛋的 donor atoms 然后 氧 接着是 浮的 这一个系列 概略如此 我现在还并没有 告诉你 原因 概略 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 一种 状况 其实 或许 这会让我们 其实觉得 有一点意外 首先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系列里面 似乎跟这个charge 不是绝对的相关 这个部分 是强场 它带有 副电荷 可是这个地方是弱场 它也带有副电荷 那这几个是 没有带电荷 另外的就是 可能有点意外的 我们或许会觉得说 符跟这些 金属的离子 它们之间的 这个间接 应该比较强的 你会有一种直觉 就是 那它应该是 属于一个强场 但是实际上 这些浮力秀点 它提供的是弱场 这些我们 姑且不看 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让各位 掌握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判断 这些 配基的强弱 我们可以选定 一个特定的 金属离子 然后从它的 不同的这些 配位化合物 所对应到的 这些splitting energy 所对应到的这些 光谱的吸收 来做一种判断 另外还要提一件事情 就是 针对于COBO3 Plus low spin的状况 也就是在 strong field 所导致的 low spin的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所有的spin 都是配起来的 但是 在weak field的 状况之下 那 它会是一个 high spin的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而在这个 electron configuration 里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有 四个 unpaired electrons 有四个spin 在那个地方 也因此 从磁性的角度 上面来看 你会 预测 这种 strong field low spin configuration 将会表现出来 一个diamagnetic 的property 而在这些 weak field high spin的 状况之下 它将会是 具有非常强的 paramagnetic 的property 也因此 对应到前面的 例子 cobal 3 plus 跟 amene 形成的complex 我们 可以用 crystal field 的理论 来解释 为什么 它是diamagnetic 而 跟 弱的 这些 fluoride 所形成的complex 为什么 它们会是 paramagnetic 因此 在 这个部分 我们的一个 简单的结论 就是 强场 的 配基 会导致 low spin的complex 弱场的力 会导致 high spin的complex 这是必须要记得 刚刚提到 只是在口头上 现在 把 这一个complex的结构 写在这个地方 cobal的 这个hexa amene的complex呢 对应 上面 因为amene 是 强场 所以 有比较大的 splitting energy 会是一个low spinning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也因此呢 它是 全部 电子都配对的 表现出来 反磁的 性质 而 fluoride 这个hexafluoral 的 cobal complex 因为 fluoral group 是一个 Witfield 这个delta 比较小 导致了high spin 也因此 它会表现出来 paramagnetic property 也因此 现在 你可以开始 比较 我们的 crystal field 理论 它也同样的 跟前面 我们所提到的 那种 简单的 local的 covalent bonding的 模型 所做的 对于 磁性的 预测 但是我们 前面 说过 这些 covalent bonding的 简单理论 是没有 办法 解释 它们 所对应的 光学性质的 也唯有 从 crystal field 的理论 透过 低诡域的 splitting 这样子的 一种 想法 我们可以 开始去 建立 这样子的 一个energy diagram 能够 对应到 它们的 一些 光学的 性质 也因此 现在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 例子 这个例子 是chroming的 3 plus 因为前面 没有 特别 看到过 chroming 3 plus 的例子 我们现在 再来算一下 这是chroming 在这 第一 列的 过渡元素 所在的 那个周期 从 甲开始 算的话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零架的话 它原来 有六颗 电子 但是它 现在是 正三架 少了 三个电子 也因此 在它的 低诡域里面 现在 只具有 三颗 电子 如果 如果 今天 我们的 低诡域的 splitting 在一个 Octahedral的 ligan field 里面 或者说 在这样子 一个crystal field 里面 它的 splitting 是三个在下 两个在上 也因此 三颗电子 刚好 在下方的 这三个 轨域 各填入 一个电子 也不会 意外呢 它将会是 paramagnetic 给予它一个 适当的 能量 一个光 这个光 对应到 这一个 Nu的 频率 这个 HNu 对应到的 就应该会是 这一个 能阶的 差异 也就是 那一个 splitting energy Delta 所以它吸收了 这个光 只要这个频率 就对了 就会造成 所谓的 Electronic Transition 电子 从 低阶的 低轨域 要迁到 高阶的 这个 低轨域 这是 如何的 从这样子的 一个 低轨域的 splitting 由 这一个 energy 的 Diagram 来理解 为什么 它们会 有光的 吸收 这个光的 吸收 在理论上 它对应的是 什么样子的 一个 能阶的 变化 现在 我们来看 chroming 3 plus 的 一些 complex 这是 hexa aqua 的chroming complex 我们已经告诉 它是正三的 所以 这个中夸号 上面带的 charge 就会是 3 plus 因此要对应到 三个 chloride 的 counter Ion Aqura 如果你今天 对应到前面 那一张 的 这个 投影片 它概略是 一个 比较弱的 Ligan 当然 我知道 各位 可能会 有一些 困难 去判断 说 其实 刚刚 那个 序列 它好像在中间 它到底是 强 还是弱 可能 有些 难 判断 不过 我想 重点 其实还是在于说 相对的 它到底是 比较强 还是比较弱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暂时 接受 我的说法 它是 一个相对 比较弱的 Ligan的时候 那对应的 delta 就会 比较 小 也因此 它会吸收 比较 长波长的 可见光 我刚刚说 今天 所谓的强弱 要有一个 比较 才有真正的 意义 现在 我们来比较 如果 现在是一个 hexa amine的 chromium complex 再度的 这一个 complex 仍然带一个 3 plus的 charge 但是很明显的 从刚刚那一个 趋势来看的话 amine 是比 aqua 要来的 强的 所以它是一个 比较强的 Ligan 导致一个 比较大的 delta 也因此呢 相对应的 这个吸收啊 啊 就会是 比较 短波长 比较短的 波长 会对应到 比较 大的频率 那个光线的 能量 会比较 高的 也因此 它们 的 颜色 就会 有所不同 因为 配基的 不同 导致了 颜色的 不同 这个 stronger Ligan的 complex 是 黄色 weaker Ligan的 颜色 是 紫色 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 有一点 怀疑 你说 老师 你有没有 讲错 这个地方 不是应该 对应到 一个 比较 长波长的 一个 可见光吗 怎么它会是 紫色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 短波长 比较 能量低的 这一个光 可见光 怎么会是 黄色的 因为我们知道 红尘 黄绿 蓝电子 紫色的光线 能量是 比较 高的 实际上 这经常会 造成 误会 你看到的 其实并不是 它吸收掉的光 你看到的是 它从 白光 白光是 红尘 黄绿 蓝电子 所有这些光 集合起来的 那它从 这一个 白光里面 吸收掉的 那个 能量 比较弱的光 那剩下来的 补色 才是 被你看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表现出来 是 紫色的 这个地方 表现出来的是 黄色的 并不是说 它们会吸收 紫色跟黄色的光 实际上 你必须 真正的 去对应 它的光谱 它的 Spectrum 来看 它真正的 吸收 对应到的 波长 是多少 这个地方 给各位一个 表 代表了 我们吸收的是 什么样子的 波长 可见光 这个可见光 对应到的 颜色 以及 它的补色 也就是 被你看到的 放出来的 剩下来的 这个所谓 Transmitted 就是透过去的 让你能够看到的 所以如果今天 是一个 比较 短波的 它对应到的 这个光 就会是一个 比较 能量高的 所以 它是 紫色的 剩下来的光 它的补色 就是一个 Greenish Yellow 黄绿色 450 它对应到的是 蓝色的 补色 是黄色 意思也就是说 它 对应到的 将会是 吸收的 蓝色的光 而这个紫色 紫色的 显示的 其实是 吸收了 570的 比较长波长的 对应到的是 一个黄绿色 透过去的 才会是 紫色的 如果 吸收是650 概略是在 红色的范围里面 那显示出来 就会是 绿色的 所以你大概是 很难从 它 穿透过去的 被你看到的 这个颜色 去判断 它吸收到底是一个 比较长的 波长的 还是一个 短的 波长的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大概看不出来 一个绝对的 一个次序 所以你还是 必须要去 取一张 正式的 这个 这个 UV visible的 光谱 那 基本上 你用的机器 仍然会具有 这个UV 看UV波段的 这个能力 只是对于 这些 Transition Metal Complex 而言 它们 吸收的 一个主要的 一个范围 是在 可见光趋了 所以在 这个部分 可能各位 要稍微 注意一下 就是再 回到 我们刚刚 所做的 一个讨论 就是这些 Ligan的 强弱 Ligan的强弱 再度的强调 必须是 要做 比较 才能够 分出来 你没有 办法 只 拿出来 一个单一的 一个Ligan 而没有 真正的 形成一个配体 然后说 它到底是强 还是弱 即便是 单一的 一个Ligan 同样的Ligan 它配对 在同一个 金属上面 它也可能 有强 有弱 因为 你的金属 可能 即便是 同一个金属 它也可能 具有不同的 Charge 如果 相同的 这个金属 跟相同的 Ligan 它们在 进行 配位的时候 这个金属的Charge 如果 比较高 的话 那么 一个原来 可能是属于 Week Field 的Ligan 它也可能 变成一个 Strong Field 我的意思是 就是说 原来在 同样 这个金属 它上面的Charge 比较低的时候 它表现出来 好像是一个 Week Field 的Ligan 你如何判断 High 跟Week 其实不要忘了 有一个观点 是从它 到底是 High Spin 还是Low Spin 来做判断 现在 为什么 当Charge 增高的时候 它原来 是一个Week Field 的Ligan 怎么Charge 变高 会变成一个 Strong Field 的Ligan 那是因为 当它的Charge 变高的时候 Metal 跟Ligan 的Bound 会比较强 也就会导致 它们的Bound Distance 减小 Ligan 跟Metal 比较接近 也因此 站在一个Crystal Field 的这个排斥的 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Ligan 跟Ligan的电子 跟低轨率的电子 比较接近的时候 它排斥量就变大了 那就会导致 一个本来是 好像比较弱的 Ligan变成是 一个比较强的Ligan 拿一个例子来看 Amin 如果跟Cobal 的2+, 形成 配体的配体 配位的 一个Complex的 Haw 它其实表现出来 会是一个Wig Field Wig Field Ligan 那正2的话 我们在前面 我们看到它原来 正3是6颗 那正2的话 它就会是7颗 所以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 你仍然可以判断 它到底是一个High Field 还是一个 Low Field 的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它竟然是一个Wig 的Ligan的话 那它就会是一个High Field 的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你是可以做一些判断 但是今天你同样的一个 Amin配基跟Cobal 3+,形成Complex的话 它却表现出来是一个 Strong Field Ligan 也就是会表现出来一个 Low Field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正3了 它们之间 它跟Ligan之间的 这一个箭节完全从箭节的角度来看呢 换言之也就是说 这个箭节的强弱 是从一个Ionic的Bonding的角度来看 也因此它上面的 这个Charge比较高的时候 当然这个Bond就会比较强 也就把这一个Amin的Ligan 拉得比较近 导致比较大的一个排斥的力量 现在我们在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体系 刚刚我们是讨论了Octahedral Field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也有只有4个配基 在Metal的外方所形成的这些Metal Complex 比如说Tetrahedral的Crystal Field 我用这样子一个图形来表达 一个Tetrahedral的Crystal Field 首先在这个地方 各位看到一个立方体 这个立方体 我基本上把它分成 均匀的分成了4个小的立方体 从它的中心点拉出来 三个轴 也就是XY和Z轴 也因此呢 我就可以把这8个小的方块 对应到由XYZ的这三个轴 所区分出来的8个象限 为了要让这一个立体感觉跳出来 我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 这个象限之间的差异 对于Tetrahedral的Arrangement 各位我们在前面也提过 你可以把它视为是 由上方两个Ligan在这两个对角 然后下方错开来的 在下方的这两个对角 各有一个Ligan 那有一个Ligan在后方 我没有特别画出来 现在我们如果不能透视的话 从这个方位看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Ligan在这里 现在 它的这四个Ligan 有一个没有看到 提醒各位一下 与这些低轨域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 这四个Ligan 都坐落在这XYZ的象限里面 但是我们来看这五个低轨域 Z平方跟X平方减Y平方的是在XYZ轴上面的 所以很明显的是不会跟这些在象限里面的Ligan 直接的接触 但是XYXZYZ呢 不要忘了 我们XY的意义 代表的是这种形态的低轨域 它是集中在XY面的那个象限上面 也就是在这个XY面的上面 跟这个Ligan其实还是有一个距离 这个Ligan是在XYZ的象限里面 所以在这个部分各位首先必须要能够理解 但是我用这个Ligan来做一个说明 所以首先我们了解了 这四个Ligan都没有跟这五个低轨域有直接的接触 但是我们从这个部分我所画的图 希望各位能够看到这个Ligan与轴的距离 和这个Ligan与这个地方所画的YZ的象限的距离 来做比较的话 这些Ligan跟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它跟YZ象限的距离是比较近的 也因此我要企图说明的就是这导致这些在向线上面的XY的XZ的YZ的 它对应到的排斥力量就会比较大 相对的在轴上面的Z平方的X平方减Y平方的就会比较小 也因此它们的Splitting是跟刚刚我们前面看到的Octahedral的Field是不一样的 现在是两个在下 哪两个Z平方X平方减Y平方的这些在轴上相对的是在下方 排斥量比较大的 这三个相对的是在上方 这是第一个了解 第二个 因为刚刚提到过 没有任何的一个三滴的轨域 这是以这个周期表上面那个第一个周期的过渡图元素来看 它的这些滴轨域是没有直接跟这个Ligan接触的 也因此实际上整体而言不论你的配极到底是什么 这个地方所导致的Crystal Field的Splitting Energy Delta呢 都比Octahedral Field要小很多 也就导致了基本上Tetrahedral的Crystal Field普遍的都会是High Spin 因为它的Delta比较小 也因此它会不愿意去牺牲它的Pairing Energy 而宁愿排到上面能界比较高的低轨域里面去避开Pairing 这是另外一个关键 而哪一些Metal所形成的Complex会是Tetrahedral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要讨论 因为前面提到过 当它有四配位的时候 其实有另外一个选择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Square Planner 也因此在四配位的时候 我们需要多做一个讨论 就是什么时候它会是Tetrahedral 什么时候它会是Square Planner呢 通常而言Tetrahedral的Complex会发生在那些Non-Transition的Metals 也就是在那个周期表的最左边 碱金属和碱土金属 这些黎纳甲 碧煤钙 这些所谓的Non-Transition Metals 因为这些Non-Transition的Metals 基本上都会用SP3的Hybridization 那就会是一个Tetrahedral的Complex 它们普遍的不会动用到低轨欲去 那那些Transition Metals里面呢 有一些Electronic的Configuration 它不会导致有任何Crystal Field的Stabilization的时候 它们也普遍的会采取Tetrahedral的架构 什么叫做不会有Crystal Field的Stabilization 一种Electronic Configuration就是D0 就是D的轨欲里面没有电子 那就是一个所谓的D0 既然没有电子排在这个D轨欲里面 那何来的任何Stabilization呢 所以这应该是没有话说的 另外就是D5的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High Spin 如果有5颗电子在D轨欲里面 所谓的D5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High Spin的Arrangement代表是 每一个D的轨欲里面 各放进去一颗电子 那这个时候就如同前面我们所说的 你的Average 你下来的跟上去的 这个量就会是一样 这个能量上面下来的跟上去的 是一模一样 也因此就不会有任何的Stabilization 它Overall的这个能量 就跟那个Average是在同一个位置 也因此没有差别 而D10的这个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因为它也是全部填满的 所以你的最终算出来这个结果 也是一个平均 所以在没有一个Cristal Field Stabilization的 这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要去做选择 它到底是一个Tetrahedral 还是一个Square Planner的结构的话 我要请问各位 你会选择Tetrahedral 还是Square Planner呢 这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想想的 在这个地方 我想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线上 停顿太久 现在我估计你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让我来告诉各位 你的选择应该是什么 你应该选择Tetrahedral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Cristal Field Stabilization的时候 你现在剩下来的考虑就应该是这些Ligan之间的排斥力量 我们在前面说过 如果是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 它们的这个角度 就是Ligan到Metal 然后到另外一个Ligan中间的那个夹角 会是109.5度 而如果是Square Planner的话 那个角度就会对应到比较小的90度 排斥的力量就会比较大 也因此在没有任何这样子的一个Cristal Field Stabilization的前提之下的话 那它当然也就会企图采取一个比较能量低一些的 比较稳定的Tetrahedral的结构 刚刚我在谈说没有Cristal Field Stabilization的时候 我虽然是以这样子的一个低的Splitting来做说明 但是因为它都是刚好 比如说D5它是一个High Spin 都是每一个轨运里面都填入一个电子 要不然就是完全没有或者是完全填满的话 所以即便是Square Planner的那一个低的这个Splitting的状况 所得到的结论也是一样的 就是最终你的这一个这个稳整体的这个稳定度 仍然是在那个平均的那个位置 所以就没有什么差异 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到底是Tetrahedral的Splitting 还是Square Planner的Splitting 就没有差别了 讲了半天 当然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Square Planner的Splitting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在这之前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Ticl4Titanium Titanium在这里 Ticl4各位可以计算出来 四个Chloride在这边 代表的意思是这整个中性的分子 它必须中性的话 Ti一定是正四价 正四价的话你原来就有四颗电子 零价的Ti四颗电子 正四的话就全部都没有了 低轨运里面当然不可能有电子 也因此不要太意外 Ticl4Tetrahedral的结构 用的将会是SP3的Hybridization 我们再来看铁 这是一个Tetra Chloride Iron Complex 整体带一个-1电荷 每一个氯带-1 也因此你有四个Chloride 然后整体的Complex带一个-1 轻易的可以计算出来 铁必须正三 铁正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哪 它在这个位置 这是1-2-3-4-5-6-7-8 8颗 8颗 你要正三 扣掉三颗电子 5颗 所以它是一个D5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在D5的这个Electronic Configuration里面 就根据刚刚的这个讨论呢 它也不会有任何的Crystal Field Stabilization 也因此 这个Complex也会是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 我们来看Zinc 那Zinc是这一个过渡金属里面的最后一位 现在这个Tetrahedral的Zinc Complex是一个2- 也因此势必须这个Zinc必须是正二 那前面也讨论过 新基本上大部分的时候是以正二的一个稳定的一个价态存在的 它在这个位置它少了两颗电子 那就是这两个扣掉从这个地方开始起算呢 就是10颗嘛 也就是一个D10的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所以不会太意外 我们的这个Complex也将会是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 好 看完这些例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Square Planner的Field 我们要看Square Planner的Field 让我们再回到Octahedral的Field 为什么从Octahedral的Field来看起呢 因为我们要去想象这个Square Planner 跟它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就好像是把在Z轴上面的两个Ligen拿走 那不就变成了一个Square Planner的Field吗 既然把Ligen从Z轴上面移走的话 那那些跟Z有关的D轨域啊 所受到的Ligen的这个排斥 是不是就变小了呢 也因此跟它相关的这些D的轨域 它的能阶是不是就要下来了 也因此呢 你将会看到这样子的一种Splitting的变化 首先这是各位现在应该熟悉的 从没有一个CrystalField 变成有一个OctahedralField 三个在下 两个在上 在下的是XYYZXZ上面是跟轴相关的 那刚刚说过 我们把Ligen从Z轴上面拿走 也因此任何有Z存在的 有Z存在的 有Z存在的 这三个都会相对的 我强调相对的掉下来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YZ跟XZ下来 DZ平方下来的特别的多 因为这个Interaction感觉上可能比较强一点 而相对的 这些没有Z的就会往上拉 往上拉 因为不要忘了 最终它的平均 它的平均仍然会拉到那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以那个 所有Ligen都是Spherical的 这个Interaction的 这个平均的位置 这个平均的位置 在没有Ligen 我刚刚讲的不对 没有Ligen的时候 在更下面 所以这些的平均必须要在这里 因此当这些下来的时候 那相对的这两个鲑鱼就会上来 不过我们今天这行课 时间到了 我们必须要下课